谁是当今汽车界的扛八子呢 我觉得是成龙在一个好人店里面开过的矿山卡车了 当时就把我给震惊了 这家伙简直刀枪不务 无键不锤 剑墙拆墙 剑车碾车 世界在他眼里面就跟个玩具似的 这多少有点戏剧化的成分在里面吧 我一看是呢 还有点不敢相信啊 迟到有一次去参观三峡大坝 亲眼见到了一辆作为展示的 曾经参与过三峡工程的矿山卡车之后呢 站在那个连轮骨我都够不到的大轮子下面时 才意识到我的无知与渺小 如果这个东西还不能证明人类的力量的话 还有什么可以呢 不过在感慨的同时啊 无数的疑问也蹦发了出来 比如这个庞然大巫是怎么驱动的 是怎么运输的 是怎么生产的 等等等等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好奇的话 今天就来对地方了 我是百科悬树火箭树 在经过仔细的调研之后呢 今天我终于可以讲给你听了 先把几个我认为最有意思的点抛给你 咱们再展开 第一个是 可能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其实大多数的矿山卡车是个电动车 第二个是 矿山卡车其实在出厂的时候只是个半成品 真正把它生产出来的是矿山的工地 第三个就更绝了 矿山卡车最偏爱的居然是女司机 为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一个个来讲 先说电驱动啊 拿这辆利波海尔T284举例 虽然它不是世界上载重量最大的矿山卡车 但怎么也能迄近前五了 它宽9.68米 高8.3米 长15.7米 一共装着6个直径达到4米的轮子 每个的重量呢 都超过了5吨 整车加起来 更是重达237吨 作为对比啊 我国最先进的99A主战坦克 也不过就重50多吨而已 当然 它的载重也不得了啊 达到了363吨 也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它是能够把7辆99A叠起来 以最高64公里每小时速度 轻松晕走的 所以这么看起来 它一定要有一颗超级强悍的心脏才行啊 没错 装在这个怪物核心的 是一台排量90升的V20柴油发动机了 加一次油就要干掉5351升 不过只能供它连续开上 十几个小时而已 足够强悍了吧 诶 等等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它是电驱动吗 诶 怎么柴油机都出来了呢 诶 柴油机出来啊 并不影响它的电驱动 因为电驱动中的电的来源 就是由柴油机带动的发电机 它其实是一个柴油电传动的系统 简单讲就是一个先发电再用电的过程 由柴油机带动发电机发电 电力再传输给侧轮处的电动机 由电动机来带动侧轮转动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啊 明明柴油机输出的就是动能了 为什么还要把动能转化为电能 再将电能又转换回动能呢 这两次转换之间不是会带来能量的 白白损失吗 的确啊 损失是有的 但是对矿山卡车这种超大型的设备来讲呢 柴油电传动的方式相比起传统的机械传动方式 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优势 当我们把这两种传动方式的示意图放在一起 对比时就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啊 电传动系统的复杂程度低了很多 它不需要离合器 不需要变速箱 不需要传动轴 也不需要叉速器 因此可以把更多的空间 以及重量留给矿山卡车需要拉的货了 使发动机的利用率得到提高 同时呢 系统的简化也就意味着在矿山等恶劣使用环境下 故障率和维修成本都降低了 第三个是啊 电动机在低速载重牵引时会有更大的力量 并且在需要刹车时还可以反向驱动来达到减速的目的 大大减少了刹车片的机械磨损 同样也是省了钱呀 诶 当然 你说愿意去挑战难度和钱包的有吗 也有的啊 比如说卡特比勒 它就是机械传动式矿山卡车的典型代表 性能也是相当的优异啊 只是制造难度大点保养成本高点罢了 具体怎么选呢 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 对了 前提是你的口袋里面要有500万美元才行哦 另外呢 还得要准备好运输的开销才行 这么大的东西是根本不可能开到任何正常道路上的 哪怕别的车给它让一让 宽度够它走了 但是它300吨的重量落在6个轮子 那一点点的接地面积上 又有哪条路真的能修得那么结实呢 所以啊 虽然它自己就是一辆运输车 但是当它要去执行运输任务时 是首先要被别的运输车给运输过去的 而且呢 还是拆开来运输的 或者更直接点讲就是 它在出厂的时候只是个半成品 你买回去之后呢 需要对着说明书用吊车把它给拼装起来的 拿卡特比勒797距离啊 通常情况下 它都是被分成7个部分运输到目的地的 车架装一辆 驾驶平台装一辆 柴油机装一辆 那个巨大的翻斗再装一辆 既麻烦又花钱 要当它的车主啊 你不仅要有钱 还得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行啊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家公司敢提供One Piece 也就是整体运输的服务 它叫做马姆特 是一家荷兰的大件运输公司 所以拥有非常丰富的运载平台 但是为了运输单个重量就达到300吨的矿山卡车时 它也是释出了吃奶的劲儿的 将两辆长32米 各带22根可以独立转向的轴 每根轴上又穿着8个轮胎的拖车并连在一起 才能够完成任务 大家可以帮我算一算 这下面一共装了多少个轮胎呢 所以如此大费周折 采矿公司当然是希望它的保养周期越长越好了 正常情况下 每5000个工作小时 差不多就是每5年 它就需要回到车间 被重新拆成零件彻底的维修 但这个时间也并不是个定数 因为它毕竟是机器 跟你怎么用是续细相关的 爱心一点可能用上6000个小时 暴力一点可能连4000个小时都不到 要你会怎么选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公司 都更青睐于找女司机来驾驶矿山卡车的原因了 至少国外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看了很多视频 都是女司机在驾驶的 可能他们会觉得 女司机的操作会更温柔一些吧 但国内的情况嘛 我就不太清楚了 如果有了解的朋友 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听听哦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内容 欢迎大家留言来帮我补充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吧 请订阅一下